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迫多次展颜的雪州行动党改选 今天终于顺利登场 以原任主席戈宾兴为首的主流派大获全胜 在15个州委中获得至少8席 戈宾兴也毫无悬念地顺利蝉联主席职位 除了戈宾兴连任 熟理主席欧阳汉华 副主席黄瑞琳以及加纳巴迪劳都顺利蝉联 作为草根派代表的原任周密书刘天球则出局 由原任财政黄思汉出任周密书 原任负秘书王建民则当选财政 主流派阵营在这次改选拿下大多数的州委名额 中选的还包括了刘永山 梁德志 加玛丽亚 王诗奇等等 其中黄瑞琳更以786张最高得票进入复选 黄思汉也获得699张选票是第二高票数 草根派只有4人中选 其中张飞倩获得667票是第三高票数